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充满色彩的一套电影 我这个也认同 几颗星呢 我给4.5 扣了0.5 好 等下我们再来判讨 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然后到我了 一部又让我在哭的电影 笑中带泪 真的是看到最后的时候 我是哭的电影 五星再次推荐 PIX 五星推荐的电影 好 我们来开始讲这个故事的大纲 给大家知道一下 所以这部电影呢 既然听大纲 如果你觉得很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自己再看一次 可能你们会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就来开始说了 12岁的Miguel 住在墨西哥 Santa Sicilia 的一个小顺庄 村里当晚洋溢着 庆祝晚明节的气氛 Miguel的真外祖母 高祖父 为了实现营业梦想 家业 Miguel从小就想成为一位音乐家 就像他的偶像 Anasto Delacruz一样 Miguel无意发现 网林杰工作上的一张破损的照片 有高祖父高祖母的合影 但是高祖父的脸被撕掉 不过他察觉高祖父所持有的吉他 是音乐家Delacruz所持有的 Miguel拿着吉他想告诉家人 要参加显秀比赛 但奶奶得知大巴雷亭将吉他衰烂 为了能参加显秀比赛 Miguel前后遣住Delacruz的墨林 拿起吉他 轻弹把他带到网林之地 网生的高祖母及家族设法 将Miguel送回家 但Miguel表明季节放弃音乐梦想 而逃离网生的家族成员 随后Miguel调异网生的Hector 并希望Hector能帮助他 找到他的高祖父 Anasto Delacruz 两人透过来参加音乐比赛 发现Chincharo 网林在现实中 如果被人遗忘的时候 就会真正的消失 即赢得比赛时期 但Miguel没告诉Hector 他随时都能被 往生的亲人的祝福 送回去现实世界的事实而截裂 之后Miguel自己一个人 前往Delacruz的家里 并表明他就是其贤顺 在相处一段时间 Hector和Miguel发现Delacruz 其实是骗子 并将Miguel真正的高祖父Hector 毒死 Delacruz也将两人丢进洞线 试图灭口 但心得亲人的解救而脱险 一家人合力 协助Miguel从Delacruz 举办演唱会中 试图将Hector的照片夺回 但不成功 现场也转播了 愤怒的Delacruz 将Miguel从高处丢下 让观众亲眼目睹Delacruz的 恶劣本性 后来太阳软软的升起 Miguel拿起 原属Hector的吉他 跑回家 让池顿的正祖母Coco 哼唱曾经爸爸Hector 申请献唱给他 含泪的歌曲 请记住 这出发可可的回忌议 而起初相关记事里面 有合照的Hector 切尸的脸的一脚 那他和大家分享 他对爸爸Hector的一些回忆 让大家大团圆和解 一年之后的网宁节 Miguel向家族新成员 他的妹妹介绍 他的仙人当中也有已故的竹母Coco Lila Cruz也受到世人的憋气 而Hector和霍的平板 在网宁之地的Hector和他的女儿Coco 一家通过吉伴桥和亲人团聚 Miguel也为在世的亲人 和世世的亲人 谈唱歌曲 所以是 蛮不错的一部电影 等前的好介绍 谢谢 好啦 我们来 充满墨西哥色彩的电影 对 他的那首 Remember me 我是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如果你们有在听他的旋律的时候 是从开始的 由那个Lila Cruz唱出来的 到由他的父亲深情唱出来的时候 是两个不同的味道的Remember me 一个是比较属于笨放 对着很多人唱 叫人家记得他 而他父亲唱的Remember me 只是属于他Coco 他祖母的 就是secret song 对 是属于一种充满爱的 你可以听得到两个影片的不一样之处 同一首曲子 我觉得很细腻了 这一束影片是很细腻 所以这部电影其实你一定要听他的歌 因为你不听那个就没有那个好讲 真的 因为共鸣 对 因为这个戏没有好像你知道的大咖的演员 因为全部都是墨西哥的那些演员 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们也是谁 我们至于他们没有背景的了解 所以基本上是很难去找出那些共鸣 但是你知道连先那个导演他说他这个电影的那个联版呢 是想要找一个大刚就是一个美国的墨西哥小孩 要前往那个墨西哥寻找他的根源 这个故事就好像又是美国人 我们要去什么 后来那个导演说不要不要不要 我们直接讲墨西哥的那个网民节的故事就好了 所以其实如果他朝那个方向第一个版本的故事来讲的话 我们是看不下这样的故事了 又再讲美国人再去找回他更远 不需要吧 我是觉得这套戏的创意跟很多那种东西已经够多了 然后其实他可以拆开拍很多电影 然后他把可是他这套其实把所有的因素都累积在这一套电影 所以他就很炸裂就是很多很多很吸引人的地方 所以不需要再添加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嗯 所以是一个压缩性很强的一个电影 对 所以在这个一小时45分钟里面 昨天我是第一次看了 因为我真的有看过这部电影的片名 但是我没有真正的去到本来市去streaming来看 真的是 因为是没有时间那一年2017年 然后也很忙 所以基本上第一次看了这部电影 到最后他唱歌给他的祖母听的时候 那一刻我真的是要忍住泪水 我忍不住了 然后我的太太其实也是有流泪一点点 但是她看到我流到这样多 笑到我 她没有听 她没有流了 反而是她笑到没力 哈哈哈哈 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是在CM第一次看的时候 那是我记得我是一个人的 啊 所以在黑暗中 就算流了泪水都没有人发觉了 嗯 应该不止你一个 在电影院里面 对 其实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在很多人的那个评议里面 都是讲酷流眼泪 就是他的那个最大的卖点 嗯 因为死亡一直是我们的人生的课题之一 然后这部电影它是用一个小孩子探索梦想的方式 来慢慢的探讨死亡后的世界 然后 他的 啊 世界观里面它是架构了 死亡还没有结束的 还是有一个王者的世界 真正的死亡是当人家忘记你以后 然后这也让我在2017年的时候 因为经历过我的亲人们的离去嘛 那么我就会想 到底他们在那个世界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 从而有这种啊 共鸣 嗯 所以那部电影它一开场那一刻啊 它走向那个那个桥 走向那个城市的时候 你会发觉哇 如果死亡世界是这么旋律的话 哇 那死的也不会寂寞 哈哈哈 其实那个title它它是蛮多的 就是有四个国家 就不是就四个翻译啦 就就中国大陆朋友就翻译为寻梦环游记 香港就呃 香港代表就 哇 是婉转极乐 极乐园 极乐世界啦 哈哈哈 台湾是可可夜总会 夜总会就是死人的世界啦 哈哈哈 台湾的名称会比较让我觉得很搞笑 可可夜总会 我不认为那个是夜总会 哈哈哈 夜总会去 夜总会是在那个台湾的那个 嗯 slang啊 就是 那意思就是 死人的世界啦 就是这么多姿多彩 所以你就像去夜总会这样 哈哈哈 那每晚去夜总会的都是死人的 哈哈哈 差不多就是这样啊 醉生梦死的感觉 然后新加坡的就翻译可可人生奇异 哈哈哈 嗯 嗯 嗯 所以刚才你要说 没有 片名是可可 可是他的细分不多 哦 对 这也是我发现到一个东西 就是刚开始我还以为 他老奶奶会是那个主角 哪里知道原来不是我 是那个小孩子才是主角 是啊 啊 其实他的他的戏 他 他 他没有讲真正水是主角 他以为你会讲可可啊 是是他的阿嬷的故事 也不是 对啊 刚开始他以为他阿嬷是主角的 对 就是 我的老奶奶坐在角落 哈哈哈 然后他每天玩他阿嬷 因为阿嬷不反对要玩音乐嘛 对啊 就做弄到阿嬷 来 我是 我会这样跑 我从以前很跑很慢 哈哈哈哈哈哈 就拿阿嬷来玩 哈哈哈哈 他的阿嬷那时候已经是属于老年痴态症了 基本上他都不倒记得 不倒记得他的人生的东西了 嗯 但是 如果讲那个 这里有一个啊 啊 就是如果他开始都已经把照片撕掉 除非啊 是也可能就是因为只有他的阿嬷 记得这个 他的爸爸之外 其他人是没有记得的 因为 应该 我觉得他故事是这样设定啦 可能大家都很憎恨他的父亲 啊 就是他的太后 对 身为女儿的阿嬷 偷偷把那个照片收起来的 对对 以便不要忘记他父亲 嗯 但是后来他没有得到谅解 大家的谅解 他一直收着这个 这个讲讲 他的那个 就是思念 嗯 对对对 然后其实到最后也是一个谅解 他们谅解有两个层次 第一个是谅解那个孩子的梦想 第二个是谅解这个父亲 曾经为这个家父祖 曾经存在过的一份子 嗯 好 刚才等你有讲 为什么这部戏不能给你五颗星的联名 我们想要了解一下 嗯 嗯 然后对对我就觉得这套戏 可能有不同的观点 我就觉得这套戏就是 他父亲在他们 孩子那么小 然后他的太太 要需要到照顾到那么多个小孩子 然后 在家庭那么困难的时候选择 我就是要去追寻我的梦想 嗯 然后 我不管你suffer 我不管你是在痛苦还是什么 我不管我从事我就要去追寻我的梦想 然后 嗯 这我这就导致我扣 扣0.5的 的的的的一个很大的因素 然后 到 而且到 结到最后他还得到谅解 这样会不会让 呃教育 我们的小孩子说 哦你可以去追求你的梦想 然后你看你就算你去追求了过后 你到最后呃还是会得到谅解的 就是还是会有一个happy ending 呃 这如果从我的看法来讲 他也没有说是交换你了 那他到那个后期就是 他被毒死那一刻啊 其实他就是被毒死之前 他是想要回去那个看他的女儿了 他已经说我要放弃了 我不去追求我要的梦想 我现在我回去想要看我的女儿 但是那个Dilacruz 他就他就说哦 然后我们已经都已经到这么 差一点点我们就要出名了 如果你现在放弃我们就 我们的心血就完了 然后Dilacruz就很很恨他 丢下他 然后就把他的那个歌全部拿走 因为Dilacruz本身只是一个伴奏人员 他不会他不会做曲也不会做词 所以前面就是偷这个这个hector的那个歌词跟歌曲 来让自己出名 所以基本上 所以他其实那个hector到最后他知道了 这行犯是他做不到的 他是被放弃的 那你知道要放弃之刻 就给人家毒死 就是很悲哀一下 我的观点是另外一个 如果你们注意到戏里面 他的祖母是会唱歌的时候 嗯 而且他的台风是很稳健的那一类人 嗯 我相信这对父母都是艺术家特性的 就是有那个那个想要表演的天分的 对对对 就是说他们本该是属于艺术型的那些人 但是偏偏生活就是磨人家的生活 所以早次跟梦想是一定要有一个平衡点 那么他的祖母会支持他的老公 我相信他也明白他老公留 就是留在他老公血液里面那种想往 嗯 如果你看到他在对着他的孙子 他唱起那首歌的时候 我也是很惊讶的 哦 原来恨跟爱是同时间存在 就是他开始他是爱着这个丈夫 但是最后他却选择了用恨来诠释他的爱 然后也禁止全家人 对 而且就把这个这个加分 本来是有应业天分的那个传承 把他们从他们家族里面抹去掉 就变成一个商业施加 当然他在商业上他取得很成功 嗯 只是到了后期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他的孙子是来推翻他们整个家族的 那个theory就是那个principle 就是他们的那个坚持 我们就是不扣营业 然后后来在他追求应业的那个过程中 他才慢慢揭开每一个人内心的东西 就是他祖母担心的是什么 然后他的家族为什么又害怕 你可以看到整个家族其实害怕祖母了 嗯 就是那个泰族高祖母 大家都很害怕他的 他就像那个家族里面那个领头一样 我讲不是就不是了 嗯 不可以就不可以了 但是那个coco他还是会唱歌的 他不反对他那个miguel会唱歌弹吉他 只是就是他的女儿coco的女儿就是miguel的奶奶啦 就阿嬷就是太妈 他是阿嬷啦 就是继承到miguel的那个那个精神 就是说我们miguel的那个family呢 是不可以去有这种艺术的天分 所以所以就看到就传这一代下一代的人 可能就去跟回 我要荣耀我们的家族 我觉得可能他的他的阿嬷 没有经过小小时候 有他爸爸对他的爱 好像他的他的阿嬷的妈妈 就是小时候有他爸爸唱歌给他听啊 还是有那种有爱的氛围在里面 然后到他的时候他是没有 然后他是经历可能经历过他家庭的suffer的那段时间 所以他才那么的排斥音乐 其实前面他那个剪子有讲的 他的coco他只是他不想做鞋子的 所以他就是嫁给一个老公 然后叫那个老公跟他妈妈一起做鞋 结果他爸爸就跟他生了一个就是跟coco生下一个女儿 然后爸爸就讲啊我们就要听你的那个台妈讲的那个高祖母讲的话 我们就是做鞋子的家族 不是唱歌的家族 所以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就被遗传了下去 然后刚刚好这个阿嬷又很很很死板了嘛 他就讲我们家族是不做这种东西的 所以继续下去 还把他的吉他砸坏掉 所以那时候就很很 但是这个小孩也很厉害啦 自学咯 他自己看那个videotake 那个cassette而已 然后他就自己会弹了 是不是 这边我会强调有时候孩子叛逆的时候 随着他的叛逆去给他追梦 因为你不知道孩子的天分是在哪里 但是做父母的时候很多时候就喜欢去管教 在这边肆意管教 扭起来孩子 让孩子想要用他们角度的 或者用他们的方式来生活 但是我们怎样能够判断 那个孩子的未来是怎么样 就很多事真的就不要看表面 就有时候这个故事 我会比较倾向于给孩子一个发展的空间 发挥的空间 就是有时候我们的perception 会强硬的夹在孩子上 所以看这部电影 我也是发现到我的问题 我要我的孩子怎样 然后我会 我的那种言行 会不会影响到我的女儿以后的那种 发展还是什么 也是有一点担心啊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很造人 然后又不知道有时候 唉 这样真的我也不知道要怎样控制 还在学习中 但是希望不要再 再有这样多这样的 想想 后悔啦 就是希望我女儿 还是可以自己追寻她要的东西 同时她也 她也要 心中要一把尺 在追寻她梦想了之后 不要让自己有差错啦 就是这样啦 嗯 因为他们有些人是说 哦 她的梦想 她的兴趣 她的什么 然后也有一句话叫做 叫什么 玩物上智啊 啊 就是 就是 就是玩到你心慌了 然后没有去真正的去达成你 最后要完成的目标 是吗 嗯 对 然后很多人就是觉得 哎 怎么你那么宠你的孩子 那你 哈哈 她要玩 你让她去玩 她要 玩一把 你就让她玩一把 玩游就让她玩游 她喜欢 花 你就让她花 然后 就是 导致她到她的人生 到她的最后 就一事无成那一种 然后 就看这个每个父母的交易哦 这一边的 玩物上智呢 我就有一点 想想法想分析 嗯 对 我觉得玩物上智 这个字我们只是片面的 取她 然后把它直入我们脑袋里面 然后我们会很多时候 我们用这句话来否定一个人去探索的乐趣 嗯 嗯 如果你看到你孩子在意某个事情上 他是很喜欢的 我会建议 啊 继续鼓励他 然后再看这个他所喜欢的东西 下一个阶段在哪里 你会跟孩子探讨 哎 这个东西你接下来你可以怎样怎样 你玩了这个吉他过后 哎 你好像可以去参加比赛 你会开始如果你会帮孩子点燃他的梦想的话 那么我觉得那个所谓的上智这个部分 应该是不会怎么强烈的 因为你把那个东西的未来推给他看的时候 展开在眼前的时候 第一 亲子之间肯定是有话题的 那么接下来 孩子他会对他的东西更有保 更有那个自信心 他会更想要 哎 我是不是能够走到下一个阶段去 那么你变成一个陪伴在孩子身边 让他探索的指导者 我相信所谓上智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 就像很多年前 我相信我跟昂七的时代 我们那个时候的父母都会讲 哎呀不要打game了 打game玩物上智 这是一个经典的 时代的那个背景时代 但是现在我们看回去这个时代 打game赢了国际比赛 上了国际舞台 还有人愿意花钱去看concert 这样看这个人打game的时候 我应该把这个事情问回我那个年代的父母 你们觉得玩game是玩物上智吗 因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那个 那个 那个 显示 对 我是觉得父母就要负责把他guide去 下一个level 而不是在surface那边 就是你要去下一步 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我不是讲你玩的开心就好 你玩的开心就好 对 更精确来讲 父母的指引跟陪伴 是确保孩子不会走错那一步 你给孩子选择更好过你 就是更好过你自己跟他讲 你这步不行的啦 否定了他 哈哈哈 所以就是 就是 就是在教孩子玩的同时 也要指引他到正确的方向啦 这就是我们要要 比起正确跟不正确之前 不会更鼓励孩子去选择跟探索 鼓励跟探索 OK 对 这个我也可以明白 因为现在的小孩跟以前的小孩不一样 今天我有听到一个老师有笑话 以前的小孩只要扛两巴掌 他就记得了 东西不应该做 现在的小孩你要这样做 你要吃好的无脑的 你还会记得东西 以前的不用扛两巴掌 他就记住了 现在的你扛到两巴掌 老的时候他就可能会扛回你两巴掌 所以时代都不一样了 每个人 因为他会记得比你还久 每个人的那个那个 前世不一样 每个时代都不一样 对 我就有看过有一些就是 小孩子去report 老师讲家长答他 然后 然后那 因为在这边是蛮严的嘛 就是如果你小孩子report给老师的话 那个家长那警察会去找那个家长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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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的那个爸爸把我 请抓 我们那个年代 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告诉了父母 父母还会打到我们几下 一定是你坏蛋 就像有一个russell什么friend 那加拿大一个人啊 Somebody will get hurt 印度人啊 哈哈哈 他是讲他的家人 洋人的 百人的家人的父母 他打我OK啊 他还可以讲FU什么那些话 然后父亲我骂我父亲 我妈妈他们不会打我的人权 我的人权 然后就回家 就照样写 然后他爸爸就讲 Somebody will get hurt soon 就讲 就开始要打 所以不同的种族 不能apply你的theory 在同样的那个东西上 确实是 所以我们讲回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其实 我们看到的都是在讲 原谅 所以他要我们原谅 虽然他的高祖父 开始时候真的是 为了梦想而放弃家人 但是他最后真的想回去 他没有得回去 因为这个是遗憾 要给人家毒死 对 竟然还有另外一个世界 嗯 对 我们那个世界也是拖到 他要消失之前 这遗憾才被弥补 对 那么我们假设 他的孙子没有去到那个世界 他应该是注定消失了 对 然后Dilacruz也应该继续红啊 Dilacruz这个 我是看到 看到最后 我真的开始是没有怀疑的 我就没有去想 诶 原来Dilacruz到最后 甚至一个是转折点 一个大twist 哇 我开始是有怀疑他的 为什么 因为以面相学来讲 通常那个人笑到 那个嘴巴身上裂开的家伙 你都要特别小心 在日常生活中 他笑得特别开心 然后他眼皮是不会笑的时候 你要特别小心他 笑你成功啊 这一类人是特别危险的 所以这个导演他其实是蛮会说故事 他有参与过那个Toy Story 2的那个 编辑啊 然后还有 其他小小的故事 那个咖扫相开也是有参与 所以 所以是蛮不错的 然后还有什么 你们觉得很想让你们去 讲述的部分啊 好像故事方面啊 哪一部分啊 有一个流浪狗跟流浪猫 对 那个猫跟狗的那个size 他这边也是要传达一种意思啊 不要欺负流浪猫跟流浪狗 看另外世界可能他是神性的动物 对啊 很好笑 但是那个猫的size比那个狗要大更多 但是猫那个嗅姐是比那个狗还要强 这也是很颠覆我的那个思维 那个猫比狗还强悍 狗还有点blbl这样的 他第一次儿子进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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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但是有那只狗 那只狗就是因为他平时在13集啊 丢一些东西给他吃 然后那只跟他就帮他 他就陪伴他去到那个世界 对 对这一部影片呢 除了亲情的部分以外,我是很欣赏那个孩子的追梦的勇气 他自学的部分开始,到他业势被毁坏了,他一直想着办法要去表演的时候 他那股憧憬,我们这种年级的人是没有了,欠缺了的 因为我们讲的,哎呀,随便啦,算了啦 有啦,但是他不是,他还是有坚持,他甚至坚持到去偷死人的吉他 偷那个Dilacruz的吉他,然后才这么巧才发现到Dilacruz的吉他 原来是相片中人的吉他,这是一个导演特定设置的误区 让我们以为Dilacruz就是他的爸爸,他的镇主 他的祖宗 他想着得到祝福 你知道得到的是一个难忘的,可能回不来人间的那个问题 那么在来不及回来人间的这个部分上呢,我是看到一样东西 就是追梦的过程,要小心你的mentor 对,我相信大家都有过,可能认为某一些人是你人生的导师 或者他是指引你去对的方向的人 到最后他就带你去荷兰的班级 没有带你去柬埔寨,我们讲的柬埔寨 对对,现在不要潮流了,就去柬埔寨 去那边发达了,我带你去那边,叶总会那边叶总会很好的 一定发达 然后我听讲,很多人不是去柬埔寨,不是去柬埔寨 我带你去泰国,然后去到泰国的时候 带你去哪里,你就不能了 这一个我也是觉得,在追求梦想的时候 这个导师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缓和 当然我们也希望,听我们这个节目的人 都有一些明亮的眼睛 可以看一看,是不是这个人 能带你走向你要的下一个阶段 大家也是必须要清晰 尤其是这一类有光环的导师 通常他一出现的时候,你都会第一个想到 哇,他是我的人生救赎啊 我可能修了几世 几世的沐鱼的遇到这样的高人 然后,最后他就带你去荷兰的班级 这要小心就对了,整天在这里说 还可能是你的导师,可能是你的上司,可能是你的顾客 对 当然他都有准备好free ticket to Holland 没有荷兰的啦,柬埔寨的啦 现在 荷兰很好啦,现在荷兰是人钱的国家不一样 我们以前用的是荷兰,用到现在也是叫荷兰 现在我们要改了,要容易创新 年轻一代的时候都不懂我们讲荷兰是什么了 对啊,有可能不知道是什么荷兰,你讲什么荷兰啊 荷兰许 我们那个年代讲荷兰是代表是给人家带去不好的处境了 或者不好的状况 现在让我们可以创新了,带你去柬埔寨 对啊 是一句扑犯的狗里 对 那么导师这个部分呢,我觉得 确实像德里所讲,生活中很多有这样的人会接近我们 但是我们真的是需要很小心 看这一个人是不是随时会在背后推你下去那个山洞里面 然后等你在那边喊 嗯 我们可能未必有那个零兽来救我们的 哈哈哈哈 Pepita跟Dante 哈哈哈哈 继续在谷底再重新爬过 哎哟 然后这套戏 这套戏我还有一个很很记忆深刻的一幕 就是那个小男孩就把他的照片丢回去给他的hack 对 然后那一幕就 然后他就说 我可能都活不过今晚上了 然后他就跟他就求他那一瞬间 我就觉得这个小男孩好像没有传统情形 对他的很多套戏主角都是富有同情心 然后是一个很很有正义感的人 然后就跟他说好像缺乏那一点点 对 因为前面他只是为了他认为Dilacruz是他的那个高祖父嘛 然后就太功了 然后他没有去真正的去了解 他只是意味的认为 就是他看东西其实很肤浅 在我看来 他就认为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因为拿的吉他是一样的 就是我的那个高祖父 刚知道这个孩子当下的心情他就可能是很兴奋 原来我的高祖父是一个音乐天才啊 他的当然这些热情会窄化他的视线 就好像小孩子就总认为 哦我的爸爸是大英雄 我的祖先是什么大英雄 做过很多很伟大的事情 对都会有这样的幻想 这个错误基本上是成年人都会犯的 就好像有一些大马达兜 他走过来跟你想看 穿着Bate的衣服 投我一票 下来的五年 下来的五年 下来的五年没有问题的 现在我都不知道要投票还是什么 如果这一届都没有人好选的话 你是什么男的一个选区 打伤啊 我是肯定打伤 我的那个气是永远不用想赢的 五不一进 算了啦 如果你没有看到社会上就是很多这一类人 当他升格为Dato的时候 他一定穿上那些BateBate 化衣服 然后在人群中走动 希望你会发现他原来是Dato 还要跟他签名拍照 我以前小的时候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就是他们时常会坐在一辆Trak后尾 然后在那边用Data的那个Mine 然后 投我一票 对 就在那个Trak那边招手 对 投我一票 我不会是下一个 我不会是之前那个Data肯定成为跌下来的那个 但是现在 基本上对我来讲是 在马来西亚的那个政治的那个 像这个Coco的事情我慢慢遗忘 因为我没有把自己当做 我还虽然是马来西亚 但是我没有感受到我自己有那个热情要在那边 做 为这个政治 讲一些话 没有了 我没有那种热情了 可能我已经老了 也有可能我就觉得 我不需要浪费时间在这个无聊的身上 要整个大环境改变呢 必须要整体的意识勾强 如果只是单一的几个人在那边觉醒是很难改变的 对对对 所以反而我现在觉得这个纽西兰这里呢 我还有机会呢 我可以把我的这个社区的那个票呢 改变啊 就是说我可以看这个人有没有贡献 平时有没有好像出来为这个社区啊讲一些话啊 我还会投你一票 如果你只是为了那个投票就是忽然这样跑进来啊 也请投我做那个counselor啊 你好像没有什么贡献耶 我真的不知道要不要投你一票耶 最近最近我的现象时常收到那一个 投我一票的那个选传单 不懂你们还记不记得之前阿基哥的年代 我们甚至收到了红包 都有几个的年 不是不是青包啊 不是是红包 真的是农艺新年他送来了 那时候靠近新年的时候大写了嘛 对然后他还还在sms叫你投他 都不知道他怎样找到你了 他用了他用了马来西亚的那个什么 那个telecom的那些全部号码都拿进来 对我很佩服他们的积极行动 是很积极一下的不错 但是我们这里不能用哦 如果你用就是办法 这里用是因为你有地震 他才发出那个message给你 事实上应该是这样的运作 应该是要这样的运作的 那么又讲回Coco了 然后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那个他的老奶奶一开始是以那种很严肃的那个形象出现 到他要给祝福的时候 他郑祝母 到他给祝福那一刻 他的表情是两个的 有看到吗 你说那个 对 刚开始他要祝福他 确定不要玩音乐 那种模式 很严肃的 然后到最后他是跟他的老公一起祝福他 那种柔情思绪的表情 我是看来是觉得很逗 这个老奶奶 no condition no condition no condition 他最精彩就是他一边唱这个 一边在闪躲那个Dillacruz的时候 那一边也是很很有趣 然后 不要打我的男人 don't hit the love of my life you say that I didn't know what I'm saying 这个就好像那种典型的夫妻 在吵架中 撒花枪 但是他们的话枪是流到了 离去的那一刻才能耍出来 对 就是蛮搞笑的那一部分 然后别人让我们笑得很 但是这个戏 我有跟我的女儿看的是 他还小 可能太小 两岁还不懂这种东西 所以他看了他没有概念 只是他觉得会很色彩 音乐很好听 他的整部片都有动感 很有动感 很有活力的 不是像我们所了解的那种死亡的世界 死气层层 DOMBI 没有颜色 他死亡世界就是充满了颜色 大家都很满 然后而且还很现代感 然后有Custom 你要出国的概念 对 其实香港的翻译是蛮贴切的 婉转极乐 极乐世界 就是漂亮 他沉重的部分是当他开始拿到他的吉他的时候 他带着他去到那个好像人人遗忘的村子啊 Og 就是去Tachinlot 要去跟Tachinlot拿那个解吉他 然后要消失的朋友就跟他讲我想听你唱歌 我那一个其实我觉得蛮感伤的 然后有没有让你觉得哪一部分可以联想到你的生活的经验 因为我们对于死亡 始终我是这样讲 因为那个是2017年 我接触了我的父亲的死亡 我婆婆的死亡的时候 我当然会去思考死亡是什么东西 因为毕竟我们都慢慢的进入一个40岁的大关的时候 就开始从这个电影中 我觉得他很好地释放了我的情绪跟我的疑惑 虽然他未必是反映了一个现实 但是我觉得人忘记了你才是死亡 就是从上一集我们的Big Fish大志若仪 联系到这个死亡课题 然后你从看了这个部电影 你有没有开始谅解你的父亲 基本上我已经谅解了 谅解了那时候的 不是谅解 应该是你谅解了自己 也弥补不了那个遗憾 因为Big Fish我是看到的是遗憾的一个安排 至于这个Coco我是看到的是对一个人的思念 可能他已经不在这世上了 但是他有一些东西 你在重复在唱着的时候 对他来讲就是一个Remember me 那种像那首歌曲 但是我也可以那时候那一年2017 2016那个时候 我是可以知道你对你的父亲思念很多 所以你一直狂写文章 哦对那个是一个释放 你是想要让父亲的那个在你的那个记忆中还是有保留 把它转换成文字记录起来 让你们在任何时刻都在回看 因为Facebook是有一个功能 就是每一年特定的时候他会提醒你一次 所以有时候现在甚至他提醒的时候 我再重看回那些文章 我还是会有进入当时候的情绪 当时候的那个思念 然后提起了当时候的那个记忆 我是想着用一些办法来保存这些记忆 甚至包括食物啦 吃鸡饭啊 吃晕吞面啊 都是我对我啵啵啵的记忆来的 所以做这个节目 其实有时候我会再重听回这个Podcast还是YouTube 并不是说我们要出名了 只是想要了解我为什么当时候我分享出来这些东西 也是要对我自己的一个记忆有一个记录啦 并不是说 就是在看这套戏的时候 这个心态在当下是什么的一个想法 然后过几年再看回来 觉得想法有改变了还是什么之类的 可能有一天大数据读起了我们的资料跟理解之后 把我们重新stimulate成一个AI的数据 留在虚拟的世界上 类似Metawars这样 我们的人已经真的不在这世界了 那个Netflix有一个什么Black Mirror 有一个就是讲你的记忆体已经是可以upload到那个server上面了 然后那个人已经那个肉体已经是没有了 但是他的记忆体已经upload了 所以他可以转变他要去哪一个年代去玩啊 80年代啊90年代啊 还是00后啊 各种形式出现哦 所以有可能未来就是有这样的那个 有印象看过那套戏啊 好像是你在那个世界你是不可以realize到你自己已经死了 如果你发现到你其实已经死了 你就会totally的消失 是那套戏吗 类似是这样啦 就是只是一个系数就是说 有可能我们未来就是一个记忆体 就像一个RAM一个电话的那个记忆体 然后upload到server 然后那个server只要不坏 你就永远保存着你的记忆 然后你可以立即生存啊 但是这个如果要讲回这个C啊 他到最后他不是有跟他妹妹讲吗 我们的祖先啊靠着我们的记忆来保存着他们 可以再通往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的祖先 如果我们没有记得我们的祖先的话呢 他们就会永远的消失 这个记得祖先呢 也让我思考了一个延伸性的话题啊 就是如果你可以看啊 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是很少记住了 记住的意义对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是慢慢的大部分了 但是事实上正确的方法应该是 父亲的带着孩子去拜 那么孩子会问啊 爸爸你要拜谁啊 那么做爸爸就要跟孩子讲起来个故事 我拜的就是你的爷爷啊 你爷爷当年是怎样怎样的人啊 跟孩子讲这故事 当每次他一看你在做同样的敬拜动作 那种礼敬的时候 你就在灌输给你孩子看到 我爸爸是记得这个人 这个对我来讲可能是我不认识的 但是透过我爸爸对他的言行举止 那种恭敬心 孩子就开始学习 学爸爸这样去祭拜那个祖先 那么久而久之后 有一天爸爸不在了 孩子会用同样的恭敬心来祭拜这个祖先 同时间他也可以跟他的下一代讲着他的爸爸的故事 我觉得这一个东西就是一个思念的传承 跟那个Coco的那个放照片啊 那个死人来的那个节日是有一曲同工之妙 只不过一个是我们华人是每一天做 一个Coco是每一年做 时代不同吧 也没有说也可以像我们的华人的清明节 其实这个LD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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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Los Muetos 就是illon世界的网灵节 就像我们每年的私 Pilkas要去拜祖先的清明节 感觉就是这样子 是他们的比较色彩点 我们就比较污染力 要少 要少Mercedes 要少iPad 对对 然后顺便把Steve Jobs带去了 那个世界了 当iPad出来 这个世界 指的iPad出来 在冥界很不久之后 Steve Jobs也是被带去 那个世界了 要少一些支援 ED卡 我就听讲 他们就讲 坏掉了 在下面用那个iPhone 坏掉了怎么办 Steve Jobs已经下去了 他会教你们讲修 就在那边开工厂 然后 以前我记得 那少布 少布就是一个去除草 除草 然后 清理 那堆东西 放在石头上 然后 不知道里面躺着的是谁 因为没有故事 然后纯粹就跟着爸爸 拜拜完了 然后回家有东西吃 就是这样的想法 很单纯 这个也让我回想到 现在应该也很少 扫墓这一回事了吧 还是有 还是有 在马来西亚还是 还是比较 虽然没有这样 弯了 因为有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什么 组织 不是组织 就是做那个卖墓地的 叫什么名 马来西亚很出名的 富贵山庄 富贵山庄 对对对 富贵山庄做到最成功的 嗯 就不需要藏在土了嘛 就是 所以还有人帮你打理的 比较modern一点了 因为就有人 不是每一年要去除草 捡草 然后扫一下 而且还找不到 在那里 因为一年去一次 都被草队蒙着了 对对对 然后 然后 富贵山庄 可是他们讲 富贵山庄很贵哦 死不起了 对对 还要加 现在还要涨价了 我看以后流行丢海就好了 叫我们有都是丢海 污染的 他们讲丢骨灰 丢去海里面是污染的 其实 这样应该用新的科技 然后 接下来的 冰藏 也是用 那个什么 水啊 把我们的肉体溶解 然后再用那个 高枕栋的东西 把它枕栽 哦 再做肥料 对 然后我 让我想起一个黄祖兰的一套戏 把你爸爸的骨灰 种成一个tomato树 还是种成什么树 然后吵 你吃tomato的时候 就想起我爸爸的血肉 我是觉得放在寺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是想有宗教信仰的话 放在那一边其实是不错的 其实空间是蛮大的 空间是蛮大的 因为虽然我们看是一个小小的格子 但是你去死人的世界 你不知道原来他的宗教室是很大的 就像在matrix 我们上次有讲perspective think of perspective 你要放大来看 你要放大来看 其实你看很小 其实是很大的 你就钻进去就对了 这个有点带着一花一世界的感觉 所以其实这个戏教会我们不止不同的传统 像网灵节 没有看这个戏我的根本 我知道有墨西哥网灵节 就像James Bond有一部 007 前一部 就是Skyfall还是什么 就是也是有讲到墨西哥的这个网灵节的 他前面开头的时候 但是没有这么详细 那只是讲他去那个地方 有很多人都是化妆成那个像Skeleton这样 我已经完全的忘记了007系列的故事 007 那Skyfall我就记得最印象最深刻 就是他的主题曲 Adel 我记得斗星池的那个主题曲 刚开始就说 那个女的给他剃掉 有一天我们要讲回James Bond的这个词 我们可以来探讨 看哪一部我们想要讲 那是张志玲的老婆 颜永怡 国产007 好像是 那开始的时候也是有James Bond的那种 开始的画面 只是那个女的就是给他剃掉 开始开枪忘记了 然后我们还要讲这个就是那个那个戏里面 虽然不认识的人好像墨西哥文化里如果你没有click啊 但是我又看我昨天有去看一下就是看到因为这个戏我也是从文看了赶快去做一个资料补充看到有一个艺术家叫Frieda 然后那个Hector要模仿的啊 我说这个Frieda是谁啊啊 啊对对 Frieda其实是墨西哥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艺术家 就是女性的艺术家 然后他的创造的画作是有一幅很出名的一个一字眉的那个self portrait 是蛮出名的所以嗯所以是freea的啊嗯 讲到他一个 讲到这个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他那个他的朋友 消失了以后 他就喝酒然后他就把他的酒杯upsider就是倒转来放不懂是不是一个 墨西哥的仪式还是什么还是什么之类的吗 他只是把他喝完了有可能也只是一个一个gesture吧 所以我真的没有去追究所以不知道 可能是他们的文化因为 他离别的时候他朋友就跟他讲我也是想敬你一杯酒吧就把豆酒塞给他了 嗯 但是他也没有喝到嘛那个Tanchalo他就他就过世了 嗯 他朋友给他那个酒告别的时候是带着让他离世的不是告别罢 嗯 哦 这也是 就是 就是告诉我们 当人 慢慢的遗忘你之后呢 你在这个 这个极乐世界 这个pureland 在墨西哥人的习俗 你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这也是对的啊 因为 你的那个封公伟纪可以到几年 就像那个 叶飞 我们讲的叶飞 我们的 那个中国的叶飞 哇 他的那个伟大使 尽忠报国到现在人家都还 还记住他 如果他在墨西哥 他永远都还是活着的 像那个害死他的那个叫什么 秦桧 秦桧 那个每次的人吐口水给他 他也是会 他也是 几世的人都有人记得他 有人记得好人记得坏 对对对 然后 还有一道 那个菜很出名的 就是因为他们这两个 有炸鬼啊 有炸鬼 哈哈哈 然后那是油炸鬼就是 那时候就是好像是 他跟他的太太啊 就是秦桧跟他太太 然后我们就做成两条 一两个 雾气拿来炸 就叫油炸鬼 对 但是后来你不是看那个 再讲回这个 西亚 Coco里面不是他们不会hack的平反的吗 然后他在领幕那边那个 FORGET YOU 哈哈哈 写一个FORGET YOU那个 DILACLUS 但是 已经没有办法后续知道了 因为他们都没有办法再去那个邻界了 对 但是人家会 还是会记得他 很憎恨他嘛 你这个是偷人家的 他其实是来会活着的 我很相信是来活着的 对 有没有人烧东西给他 供品给他 就是这样 然后你还记得他的 他的郑主夫第一次踩在那个花桥上的时候 他那种兴奋的感觉 可以回去了 有人记得我了 结果那个 他太重了 他不能 走过那个桥 因为 他应该是这样解释 你的在世人的那个思念 可能就是那道桥 就是那个花 万寿花 对 他过不来就是因为没有人思念到他 然后他的身体也是很重 他就是在桥上 就是一直 一直沉下去 就沉不 如果你有人思念你很轻 你就可以过那个桥 踩过那个桥 然后发现了一个东西就是 如果我是讲我的照片在那一边 可是 是 后代子孙是没有一个人记得我是谁 然后可是我的照片就在那 就是说 当我问起 这个照片在上面的到底是谁 不懂 就是我的其中一个祖先 然后 做过什么事也不知道 是谁也不是很清楚 然后 他还是可以过桥 因为他的照片就在那 对不对 因为他的卡上的setting是要有照片 要有照片 对对对对 记不记得 记不记得是一回事 只要有照片 有可能 有可能就是 如果这样讲 就不成立啊 如果没有照相机之前 那些人没有被记住的话 他们不是全部被遗忘了咯 我相信 有为的照片是一种 象征 记忆 就是我们记得他的那个东西 对对对 但是就是有一点 冲突就是在 如果以前 以前没有拍照的 习惯 那时候才刚开始 照片是因为 时候后期差不多 才普遍了嘛 才因为有人拍 但是没有照片的时候 你就要靠货 还是记忆 可能 他们 写也是一样嘛 在古代看古装戏 就是很多灵位在上面写名字的 最上班的那个是什么 到现在你自己做那个 现在你做那个叫什么 那个模式啊 如果你没有写你的名字 还是那个法会啊 你没有写你的那个灵位啊 你没有ticket可以进的 就是你只是在外面而已 你一定要有一个那个 牌位在那边 你没有牌位 那个那个 龙天不凡是这样 sorry 你不能进来 哈哈哈 这个办法 我们就没办法探究了 对 可能就是一个意义 就是照片啊 名字啊 写的名字啊 或者是什么啊 都是一个 象征性的东西 墨西哥比较 他们要用照片 哈哈哈 卡斯特比较强 对啊 还要用那个 那个 Face Scanning X-ray 对 Face Scanning 照骨头 照骨头 对对对 Skeleton Scanning 像像我们 我们我们的 的 技术 清明技术 用名字就可以了 哈哈哈 他是比较3D的 哈哈哈 我们 要跟上时代的进步 哈哈哈 对啊 他人家用Skeleton Scanning 不是Face Scanning 造你的骨头 来来 他不是用 Face Recognition Skeleton Scanning 哈哈哈 这个技术真的值得探究探究 哈哈哈 有没有人可以验证了 因为要验证要去那个世界 回复来了 哈哈哈 然后不用不用验DNA的 那只是造你的骨头就知道了 这也是蛮强的 哈哈哈 这个他的GASAM很厉害 对 我们真的是过去要make sure我们得到我们的祖先的祝福 还可以了 哈哈哈 你要先make sure你留下一张照片 对对对 那个照片 而且现在很危险 在背后写下你的资料一下 现在很危险哦 因为现在digital没有人会print出 那边print照片出来 所以也是一个危机来的 对下次我们要跟着你 放在冷饰间 所以他们就讲要拍好那个什么车头照啊 哈哈哈 也像英尼王啊 他过世那时候他的照片很漂亮的 其实就是很庄严的 看得很很很 就是你会很很华力念他 也很尊敬他 他最后一张那张出兵的照片 嗯 所以 所以真的要留下一张好的照片给自己 以后嘞 做什么都好 就给一个好 自己有一个好 你就可以跟着 跟着自己喜欢 讲edit 讲touch up 就讲touch up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你就靠你后代 帮你一个美颜 美颜 穿越零件来找你 然后再把照片post给他 帮我带回去吧 我比较喜欢这一张 我不喜欢那一张 这样就惨了 没有没有没有 美颜太多 假到半死 这个不是我照片来的 错了错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呦 全部被diverged tiktok的server 对对对 对对 讲不了 来讲回这个 那个 戏的 这个 歌啊 他 他 不是有 本几个版本吗 Disney有 台湾版 中国版 香港版的 香港版 你知道是谁唱的吗 Remember me Hoy Jin 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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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听过其他版本的 Hoy Jin On是唱Remember me 然后台湾版是肖敬腾 James 肖敬腾 请 别忘记我 没有听过其他版本 对对对 你可以去听那个 那个肖敬腾的 蛮不错 那个 那个 喜智安 一听到喜智安的笑 我就想起那个安心事件 哈哈哈 然后记者讲 喜智安 180度 激功道歉 180度 180度 好棒喔 那个记者到底是写什么啦 180度 他的压力 以前 以前我的 我的 就是 我就听那个 以前我的 老师就说 对日本人 鞠功要 要90度 巨功 对对对 要90度 要多过90度巨功 不然的话就砍你的头 这180度是怎么样 就是头要碰到膝盖 比日本人还要厉害 柔软度要够高 确确定有没有摇头 所以我看到那个记者写的那个标题180度记公道券 那个记者他不会数学啦 怪怪他 对不能怪他 不会数学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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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自从 就是那个 他唱这首歌的时候 他还没有发生那个事件 所以 他那时候也红不及 然后现在 他也是红不回来 基本上啊 真的就是 只能靠 正希文来来来来 来帮他 哈哈哈哈 如果 正希文没有选择 炎量他的话 基本上呢 真的是 真的 这样 太妥将要被遗忘了 哈哈哈哈 哎呀 哎 真的是 还可以讲 好像有一套新戏 没有记错的话 基本上 基本上 现在港场片讲 真的 除了周星驰 的旧戏之外 我 我像某干斗这样的戏 我还是那个斗可以丰拍的 的话我才会看 如果没有这几个严肃或基本上 啊 古天乐 好像 有拍的还是投资一些片 也是可以看的 然后他不是有 古天乐最新的那个戏是什么 名字战记 我不知道哎 没有看到 对 名字战记 他们讲的 科幻片了吗 科幻片对 然后那个 台湾 台湾片 科幻片 哦科幻片 哦所以所以听错 科幻片 然后那个 呃 你有看到吗 整天没有 没有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 很久没有看港片了 好吧那个 那个 黄明智的那个 第一部 Cinema 1.0 也没有看了 因为我不太喜欢黄明智了 你不喜欢 但是 真的是他的 他的戏 没有什么 可以找得到的 怎么会 怎么会有2.0 先才到1.0 1.0是穿越回去 那个 那个 亨多的时代 古老吹 哈哈哈 然后还有发现到 亨多是华人吗 有 所以我 就不知道 英国没有看 哈哈哈 不是很多人 说 亨多是华人吗 不是 那这个 他名字 亨多是 那个 福建 下去 因为 亨多 那个 福建 人 不要讲 称呼 那个人 然后 他就 把 这个姓氏把它变成好像是什么了 变成是那个马来人的姓氏了 我不懂啊 好像是福建话吧 汉大大的大大 就是大嘛 大哥的意思嘛 是不是啊 我不知道 你问八生人的那个产权 你的福建话会比较重要 汉是代表汉的意思 汉朝啊 汉人的意思 汉是代表着汉的意思 我记得以前读过这样的文件 但是详细我是没有去探究了 哎呀 在在在在在马来西亚的那个 史迦拉里面就快要找不到汉瓜这个人了 基本上我也 我也不信理了 这一部分对我来是没有意义的 对确实是 对 就这样整天讲 大环境不改变的话呢 靠我们几个人在这边发言 基本上是介入不到这个国家的 嗯 我们继续就搞Less movie啦 Less top movie啦 什么Less movie 什么来的 Less Less top movie啦 第十集啦 英文不好 不是英文不好 你忘记了 原来我们去到双位数 是啊 第十集 第十集 真的意义蛮重大的 其实给我们 对 一个里程碑了 十集了 对 我会想念星外的 哈哈哈 他已经在另外一个世界了 OK 我们讲到这个故事的部分啊 就拖回来 嗯 导演那个 他其实是蛮用心的 Lee Euclidch 啊 这个是 Toy Story 导演3 的导演之外呢 他就要发展这个故事 他用了三年的时间 去Mexico这个城市啊 我们去叫什么 Guanahua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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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北京 那个城市做了一个蓝本 然后他 那个城市就是真的很色彩 然后他 他们真的是用了 六年的时间 但是有三年的时间呢 在Mexico做了研究 去那边吃喝玩乐 去那边看着他们物馆 市场 广场 工厂 教堂 墓园还有 就是那个 他们的那个 墓地那边全部都勾结 然后他们也去 去了解当地的 那个Mexico的那些人的家庭 然后也吃他们的食物 听他们音乐 然后也 所以我觉得这个做鞋的也是 因为是真的有去探讨 才会讲做鞋 为什么不说其他东西呢 为什么要讲做鞋 我觉得一个好的故事啊 就是架在虚跟实之间 嗯 就是说他是以食为一个时空架构 那么再加上一个三分或者两分的虚构的地方 就是一个很好的时空配角 很像金庸的那个武侠小说就是这样哦 对对对 你完全虚的话呢 我们就不容易共鸣哦 如果你虚中待死的时候 我们会讲哇 好像我们很习惯很熟悉的去感受整个故事的氛围 那个气氛啊 全部东西 我们就不要真实的去体会到它 对的就是确实现实上是有少林寺 就是有武当有青城派就是有这些东西 只是我们脑补让它浪漫化了 哈哈哈哈 假梦哈哈哈哈 所以就是要要作者也要很会金庸也要很会描述也要很会写故事 如果不会写故事的你写这个东西到最后是蛮看读故事的你会觉得哇很啰嗦耶 哈哈哈哈 那个得利有一句话什么尿尿什么 尿点 尿点吧 就是没有去没有没有没有时间去没有时间去停下来那一种 对对对 让你去尿尿点的电影 哈哈哈哈 我曾经一读过一套武侠小说 我其实是发现得利讲的这个情况发生在我身上 就是当在我知道所谓尿点这个词汇之前 我是有记得有这样的经历 所以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看那一套小说 我就很奇怪 怎么我一直记得我去小编了 哈哈哈哈 然后我就拿它来对照金庸小说 我记得那时候金庸小说我已经看了第二片了 第二次在翻阅那一套小说 那么很奇妙的是我差不多整半天忘记小编 哈哈哈哈 哇 对所以是不同的看看电影跟那个那个作者连作 跟那个翻拍又有不一样的那个意境 哈哈哈哈 就是说作者很成功的把你骗到故事里头 让你忘记了你所处在的时间 对时空 就好像在跟着那个主角啊去探索他的世界 探索到最后一气合成的那种感受就是一个很好的故事了 对对对 所以我读Law of the Ring的时候会有这个感觉你就会一直想要读过去 他又让我想要吐槽上次的那个什么人了啊 对 那个讲那个Viking的 哦那个The Northman 哈哈哈哈 我真的想吐槽回来 哈哈哈哈 如果大家要记得在我们第四集的那个啊 这个Let's Talk movie啦 我们有review这个电影 哈哈哈哈 他才就让我记得现实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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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他名武神喊的那一刻我都泡射 嗯 厕所就上个厕所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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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那一集得利没有空水没有餐油 我们来讨论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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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以为这个这个这个我们继续讲回这个Coco 不要给其他的故事带走 所以所以我们在最后这一部分我们来说是总结了 这个Pix啊 这几年虽然人家说他的那个故事已经啊 这样了就说这一部叫Light Year Light Year这个故事 我看了之后真的有点数值下降了 但是之前他Light Year之前有一个就是我们第一部讨论的那电影Turning Red 还保有那个说故事系数的那个能力 但是我很担心如果他们继续朝那个Light Year的方向的那种方式去进行的话呢 不知道会不会有那个好的作品再出来 所以Coco这部电影呢真的是很用心之外呢 然后也很色彩缤纷 虽然他不像Pix啊的招牌有很多那种很毛的动物啊 就很很细腻的很毛很一颗一颗一颗的 Monstern University 对对对Monstern Inc 然后然后它是以一种很欢乐很色彩的那个故事的细数方式 就是让我们觉得这一部电影是 我蛮喜欢Pixar的温情 他在处理温情这个课题的时候是非常好的 其实这部电影就让我学到要讲跟我的小孩对话了 如果他真的长大之后要给他再看一下 再跟他一起看 然后再跟他一起了解 希望有一天你变成骷髅的时候 你的孩子还记得你 在那个世界就没有人记得我就消失了 还有你的子女记住你啊 所以你现在要巴结他 你就要记住你的阿伯啊 你的阿伯很好啦 只要阿伯晚上来录梦 好,整前得利有什么要补充最后分享的 我先来把它分几个部分来直接录了 我觉得探索梦想的时候 一定要有家人的祝福 这是肯定要的 然后在祝福之前呢 这就是你要坚定你的梦想 希望有一天年轻的一辈啊 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 是可以从这边摄取的那个勇气值啊 然后,接下来就是 在追求你的人生梦想的路上 要很小心的辨别你的那个贵人 有时候我们所认知的人 他也是未必是完全是全善的 然后家族的意思可以是强烈一些啦 所以是第三点 第三点是家族的那个意思 因为家族虽然讲 家族是未必会害你啦 但是历史上还是有发生过家族会害你的 如果一个家族的强盛呢 其实是可以带动一个 一个人的整个Family 很深的杂根 在这个这个世界呢 然后,我的总结就是这样 得利呢 我是觉得这一套戏就是 很适合一大家人一起去看 它不像Disney那一种戏 就是,呃,纯粹是给小孩子看还是什么的 这一套戏是 适合小孩子也行 大人也行 然后也会从中 呃,学习到很多东西 嗯 对 是学到很多东西的 真的 这个Coco 等前我看的时候 基本上我是在讲 嗯,这个戏我要讲什么 其实,其实我很敢 这个星期 我没有 只有昨天才 才真正的有机会去看这一 这一部电影 看完之后的 这部电影很适合 真的,像得利讲 很适合全家一起做的看 对对对 因为你们会有同一个话题 围绕着这个主角 嗯,然后如果家庭里面有人会问问题啊 会适合带动的话 就会有一个可以很绵绵 很连续性的那个话题探讨 嗯,然后又可以培养一些啊 家庭里面的那个 关系互动啊 都都可以在这一部电影中带出来的 嗯,然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 就是,呃 Teenager 就是有叛逆期的那一段时间的小孩子 就应该不会陪父母去看这套电影了吧 就是说 就是说 应该问回父母 你愿意在你的孩子面前给他看到你流泪吗 对 就看就看了 那德利你看这部戏你有流泪吗 还是没有 嗯 嗯 我 我 在看这套戏的当然的时候 我就是纠结像我这样说的 就是 我就觉得嗯 这套戏 跟我的三观有一点 不符合 就是说 就是说我觉得嗯 这个人 那么的 抛弃 抛弃 然后我当 对我当初 我看这套戏的时候 是有 这样的一个 概念在我的脑海里面 然后我就觉得这套戏 不是很 很感动还是什么 我就觉得倒排好 然后 现在在我们讨论了之后 我觉得嗯 可能 要重新再看一次 嗯 对 然后也也也也 就是 呃 不瞒你们说这不定我快要三次 哈哈哈哈 哈哈 然后就是他有 尝试想要去离补 然后 离补他之前犯下的错 就是说哎 离开家人还是什么 还有尝试想要去离补 要回家还是什么的 然后 呃 很可能有那个机会了 就是有一 有一些事情 你们还记得everything everywhere吗 everything everywhere 你还记得那个 他的男朋友 就是 就是那个谁的男朋友啊 杨子琼的男朋友 他做了选择去追求梦想 你记得吗 嗯 你是谁啊 他老公 对 有一个世界他是他的 呃 他的老公 去追求 追求梦想 对 然后就变成千锋老师 回来就很有钱啊 对对对 有时候我觉得 这就是我们现实的一个 包袱跟 残酷之处 你选择了一个 你是不是在另外一边 得到了一个平衡 嗯 嗯 这就是我觉得他最残酷的地方 对 那么这个 呃 这个Coco呢 他的爸爸就选择了 理想背景 追求梦想 但是后来 但是后来就是因为他 他也不想 他放弃了 其实他在被毒死之前 他是 他已经告诉Dilacruz 我真的不想继续这样的生活 我只想看我你而已 对 嗯 所以他才写这首歌 Remember me 还是回去一点 很残酷 来不及了 对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不过就要看到那个Coco 拖着 牢牢的Coco 对对对 那边 那边也是让我 那边也是让我免累的 其实就是看到 我会想 如果真的 有一天 我女儿也这样大了 我在另外一个世界看到他 看到他是牢牢的 然后 我还会没有忽悠 那种感觉 但是我看还是哭 那边 他就亲吻他儿头的时候 亲吻他儿头 老老的 他女儿 怕怕 老女儿 但是 他女儿的 都是小孩 他女儿的老公 他女儿的老公 没有在那一套戏里面 你这样讲对我 没有看到 对 可能就是很凶 没有人记住他 还是什么 离婚了是吗 也有可能 我们不知道 但是就 生了很多个小孩 Coco 对对对 你这样讲对 我是没有想到这个 这个截眼 怎么他女儿去那段时间 没有看到老公呢 对对 反而那个老公不在 他就是只讲到他的 阿公的 就是 就是Coco的 其他小孩 但是没有看到 就是正主 就是没有看到那个 就对了 他的先生 可能如果我要 按他儿先生的时候 就不会看到一个 Happy Family的结局了 就是Happy Family with另外一个 反正就是这个 是跳脱Disney的公司 就是有那个 父亲的issue 还是母亲 母亲过世的那种情节 反正就没有讲到 反正就是连 维系在Family 因为Disney的故事就是 法谢公主 从小就失气了父亲 后母来养她 然后又妒忌她 Cinderella也是 就是父亲早死 然后后母养她 都是全部都是有这样的问题的 全部都有 同一个范本 对 那个 那个 Cinderella的父亲 不是出远门吗 是吗 不是 不是 死了 然后叫白雪公主的 爸爸的成长也是死了 哇 是 后母亲继位 后母 后母继位 所以Disney的故事 他的那个版本就是 后来他们想要改变了 改变 现在是更惨 现在是LGBT演戍在里面 哈哈哈 那个 那个 白雪公主 会变黑人的黑雪公主 哦 那个小美人仪啊 给那些 哦 美人仪 全部讲到很乱 哇 我们的美人仪 变成 但是也是对的啊 现在要变成黑人 黑人很开心 哦 我们终于有一个 黑美人仪的 不是白美人仪的 是不是黑美人仪 哈哈哈 我也是觉得 然后我觉得 我就觉得美国就是讲啊 什么 我是男生 我觉得我是女生 我就可以去女侧 这个我觉得有点 有点太太over了一点 没有那英国比较严重点 就是英国的性别认证 只要你觉得你是女生 你就讲你是女生 虽然你长得像男生 虽然你的整个体验是男生 呵 好 下次我去英国试看 哈哈哈 哈哈哈 然后他们就讲哦 你你你你你 照现在来说 你可以 讲你是有很多不同不同不同 不同种类的那个 呃 呃 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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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有很多很多种 然后 可是等 对 等到等到等到几百年过后 生物就是考古的人来挖你出来的时候 他也只会定义你成为男或者女 就两个不了 他不会考古 考古学家不会讲哦 这个是男的 可是他想杀是女的 不会 通过古通判断这个是LGBT 哈哈哈 哈哈哈 没有他以后的人就讲 我们以后不讲人很gender了 我们整个世界就是只有human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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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可以啊 哈哈哈 讲真的啊世界 看市场已经颠覆我们的认识了 人类的那个定义啊 性别都要都要拿来这样 这样这样这样玩 呵呵 我真的不想跟他们这样玩 有时候 是厉阔就算了 是 哈哈哈 小姐我们可能看不到那个年代的来年 对对对对 哈哈哈 哈哈哈 来来来 我们就真的read up了 好啦整个整个 整个系勒 真的有几点让我们要值得写系了 要懂得眼亮 选择放下 然后要很多次不能看表面 就像人家讲 贵人可能不一定是你的贵人 然后我们爱的人 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就是真正爱你的人 他还是真的爱你的 他不会说 你是叛徒 但是他还是爱你 只是不知道要讲表达 爱跟恨同时是存在的 Cease the moment 就是Cease the moment 就是Vila Cruz跟那个小孩讲的 所以他终于Cease the moment了 所以挣钱 Cease the moment invite your friend 这就是重点 你现在你做YouTube 你不红 不是说你不红 这就是说 反正你把你的脸公开 在整个世界了 你还怕什么 下次我 给我自己打上一个摇影的 OK也可以 美言美言 下次我们开美言 好不好 他开到变女了 只要我们把美言开到最大 然后不打马赛克也无所谓 你都认不出我 对啊 强国技术 美言很强 我是不会有用的 把我们的脸脸弄尖一点 也可以 挂十年 全部滤镜打开 最大化 对对对对 磨皮磨皮 最重要的是 这个视野教会 我们家人是重要的 所以听完如果觉得 你想call你的家人 就赶快call吧 因为真的 现在世界真的改变越来越快了 我们跟不上时代 而且战争又发生 COVID又有 太多太多那种 无奈的事情 然后你也不能控制的事情 开始朝着我们来了 就希望他们不要用到核武器就好了 这个我们不能讲了 这个很难讲 所以最重要是我们 我们的节目能继续就好了 每两个礼拜有欢乐 对 我们能的话 如果能的话 我们就定时每两个礼拜 有时候真的很忙 有可能没有 因为接下来 有可能我要回来马来西亚 可能我们就用 我们两个可以现场搞一个 现场 然后得力就比较辛苦一点 你还是要10点11点 跟我们来讲 对 然后我可以去准钱那边搞live 我们两个人share一个screen 去把生 一边吃八股的 一边吃八股的 一边一边 你回牛西亚 我被抓走 可以申请 我们的国门开放了 就是纽西亚的国门开放很多了 可以如果有信息 你可以通过任何正切的管套可以进来 你做IT的吗 可以试试看 IT人才很切 是吗 对啊 我是寄了你们的IT 也可以啊 反正也是做IT的嘛 对啊 很切的啊 是真的 你可以考虑考虑 就是有想要过来 看听了节目 有想要过来的人就 尽量走正规的管道了 不要听信那一些 不然抓你去哪里都不知道 对对对 等下带你去泰国 然后又转机去柬埔寨 所以整天这个节目也可以跟你讲 C-Storm-O-M-N 我可以怀疑你们两个是 柬埔寨的代言人 没有没有没有 我没有柬埔寨的代言人 没有做这样牵合 是好样功 对对对 表面上是七牛西兰 对我柬埔寨在找 转机 怎么一下飞机 怎么一下飞机还是那么热的 对对对 为什么这么荒凉的地方 没有没有 说好的Law of the Ring呢 说好的冬天呢 对对对 嗯 知道而且我还穿着泰国衣骗你 欢迎来泰国 好了好了 感谢大家 周听我们这第十集的电影Coco 然后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观赏这部很感人的电影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继续支持我们这个 Podcast 因为做这个Podcast 除了是兴趣之外 也想记录我们的点点滴滴 也记录起我们曾经的想法 再往后的日子我们可以再回回看 然后我们可以知道 原来我们以前讲话这样好笑的 也这样搞笑还是无聊 还是等等 还是这样悲哀等等 都有 最终究竟然是希望大家能like share 跟subscribe 跟如果你们有什么feedback 跟什么分享 也可以跟我们留言 也可以跟我们分享 然后我们也可以邀请你们 来跟我们一起讨论 我们也可以回答你那些问题 如果你问了那些问题 好了 今晚就到这里了 谢谢你 大家 谢谢大家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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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